当年玛雅人预言2012世界末日,为何没有到来? 看完明白了,我们从古至今一直生活在美丽的家园 这里的资源也供我们使用 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地方是可以让人们生活的 这里也是一个有着生命的地球 它补育了动植物还有我们 而随着时间的变化,地壳有时会发生一些变化 引起一些自然灾害 人类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一些的发生 而且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地球 地球被破坏的残败不堪 仿佛世界末日就要临近 当年玛雅人的预言 在2012年我们的世界将会陷入暗无天日的末日时刻 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到来呢? 它们其实计算的是从3114年开始 每隔394年有一个轮回 而当时算出来在2012年中正好是13个轮回的最后一天 它们还发现之前的记录 所以才推算出在2012年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这样的迹象 所以只能说它们的推理也是有误的 因为太阳的引力 所以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也更不可能造成可怕的事情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